中国新冠疫苗最新消息 国药新冠疫苗保护效力79.34% 西方媒体质疑武汉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 同中方公布武汉确诊病例数存在出入 请点赞订阅 谢谢 据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官网消息 经审评数据显示 中国生物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 其中分析数据结果显示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公司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后安全性良好 免疫程序两针接种后 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高低度抗体 中和抗体阳转率为99.52% 疫苗针对由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 COVID-19的保护效率为79.34% 数据结果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技术标准 即国家药监局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预防用疫苗临床评价指导原则 实行中对于保护效率50%的标准要求 目前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公司已正式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付条件上市申请 在12月30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法新社记者提问称 中国国药集团今天发布了有关新冠灭活疫苗数据 结果显示疫苗的保护效率高于79% 请问中方何时会公布其他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数据 第二个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近期发布了全国新冠肺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结果 根据有关数据推算 武汉感染新冠病毒的总人数同中方公布的武汉确诊病例数存在出入 你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 有关中国疫苗有效性数据以及何时公布的问题 请你向有关企业询问 关于第二个问题 我想你可能搞错了一个概念 中国疾控中心近期公布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 武汉地区的社区人群新冠抗体阳性率为4.43% 这一数字高于截至2020年3月底武汉报告的确诊病例发病率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特有 开展过此类调查的其他国家公开报道的调查结果发现 调查得出的抗体阳性率估算的人群感染率均高于当地报告的发病率 专家分析认为 差异的产生主要与疾病特征 感染者就诊行为 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和血清抗体检测方法等因素有关 因此不能用调查得到的结果和地区人口数 简单相成推算病例总数 据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28日发布全国新冠肺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人群总体处于低感染水平 表明以武汉为主战场的疫情控制取得成功 有效防止了疫情大规模扩散 本次调查是国内首次对不同流行水平地区基于人群的大规模新冠血清抗体阳性率调查 此次调查旨在了解新冠肺炎不同流行水平地区普通人群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加深对新冠肺炎感染特征的科学认识 评估我国疫情防控效果 调查涵盖三类地区 包括武汉市湖北武汉之外市州 以及湖北之外六个省份 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广东和四川 采用抽样调查设计选取社区人群3.4万余人 通过检测调查对象的血清新冠病毒抗体 估计人群中新冠病毒的感染水平 调查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调查十点选取我国遏制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月后开展 调查发现武汉地区的社区人群新冠抗体阳性率4.43% 湖北武汉外市州抗体阳性率0.44% 而湖北之外六省份的1.2万余人中仅检测到二例抗体阳性 阳性率极低 曾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人群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 其他人群中老年人群抗体阳性率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